漢光演習真正的重點 其實是如何讓總統後撤 OK 後撤到哪裡 第一的target叫關島 第二的target叫做 東面海域的日本航母出雲號 出雲號 這就是日本的 對 就是說你如果讓 這個黑鷹直升機 或是說美國從沖繩來的漁鷹 你不要覺得誇張 因為漢光演習沒有告訴你 真正要鞏固的狀況是 AIT在內湖的那一大塊 你以為他停車場蓋那麼大幹什麼 直升機起降場 直升機起降場 甚至是連他們的運兵機的漁鷹 就是說你看電影上面講那個 海豹部隊三角洲會跳傘的那個漁鷹 日本前一陣子才摔了一架 對 他們還是要小機 那是可以降在AIT的 對 他為的就是什麼呢 你可能 總統府到AIT有很多條路線 這個小弟過去跑新聞是在跑的 這個現在講出來 你們就知道跑的還挺好的 總統府下面有密道 可以直接搭捷運 你們不知道 我覺得林又翔基本上就是沒有了啦 這應該就是他的最後一站 最後一組了 他的秘書長還有沒有 秘書長 我覺得賴清德可能不會在這個當下 要他下台 因為如果在這個當下要他下台 太明顯了 就是擺明了 民進黨還是有人要為這一戰負責 但是民進黨現在邏輯是什麼 我跟這一戰沒有關係啊 下車了下車 這也是為什麼民進黨會有不同意見的原因啦 其實林又昌你會發現 他不管是在發簽字文 以及在談到基隆的時候 他的身份是很明確的 他從來不用他黨公職的身份 他都是用前市長的身份 那當大家每一次在提到就是說 你林又昌就是有幫忙啊 你不就是民進黨秘書長的時候嗎 他都絕口不提 也就是說民進黨在這一次的角色 他是很矛盾的 林又昌呢是挺到最後一天的 最後一刻的最後一秒 但是民進黨又很堅持的說 你看我都沒有去啊 然後到前幾天 那些民進黨黨公職 不斷的在那些日文的節目上面講說 這都是公民團體啊 你看我們民進黨的黨公職 從來沒有一個人去喔 連最後一天的選前職業啊 都是叫那個什麼公民老師啊 都是叫一些日文的民主去啊 對 沈柏洋 他基隆女婿 我覺得這才是最好笑的 民進黨明明就是挺到底 然後連沈柏洋還要那邊變扭扭的 連民進黨立委都不敢講是不是啊 真的很奇怪 也還要講個我是基隆女婿 所以這就凸顯出民進黨的 變扭跟矛盾這一次的 霸良團體 他們是用非法的政治先進耶 為什麼說是非法 我想大家應該都知道 現在網路上有很多募資平台 有各種的募資平台 那你只要丟了一個 你的企劃的方案上面 你就可以給我錢 你就可以donate我 那他們就是透過這樣的方法 在網路上面去募資到700多萬 對 那這些誰管 誰捐給我 沒有人知道耶 法理還是一個選舉行為 的